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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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的大合魂 就应该在那个方向 团长 为什么在那边啊 我跟你说 就是刚才 这刀上的红绸带 告诉我们了大合魂的位置 我还是不太明白 平常我训练你们的时候 为什么让你们 操作迫击炮的时候 只要填完弹 人呢 要蹲在地狱炮口的位置 这个我知道 原来杜教官上课的时候 也跟我们讲过 迫击炮的炮弹在发射的时候 这火药爆炸 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对啊 迫击炮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那么像大合魂这种重炮 它产生的冲击波 一定会比迫击炮强烈得多 刚才开炮的时候 刀上的红绸带 向那个炮弹飘去 那说明冲击波 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也就是说 大合魂就在那个位置 神了 团长 您可真是神了 走吧 咱们一起 去会会这个大合魂 离闭 走 第十万 继续寻找中炮阵劲 来 快 是 继续寻找中炮 继续寻找中炮 小炮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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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打 电弹 别动 快 都给查 村长 咱们电台没了 怎么发信号啊 我跟你说 电台没了 咱们可以再想办法 现在我们要保存实力 把命给保住了 快点 这把那样伙赶紧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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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致近 不要放走袁志华 上 走 还有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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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 不行了团长 你们快走 少跟我这儿废话 你们两个快点 背着他 走 走 团长 站住啊 把手段放下 你们快点走吧 带着我只会连累大家 一定要找到打贺混炸了他 要不死去的兄弟会更多 小张 听话把手段放下 团长 团长 鬼子罪名来了 来不及了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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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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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 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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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 走 终于找着他了 这就是小果子中了唐山地啊 小果子侦探娘的贼啊 之前还弄个假山地糊弄咱们 差点就上了他们当了 是啊 今天必须把他给炸了 为了咱们一门破炮 咱们心中的同志们太多了 鬼子在这儿兵力也不多 除了几个炮手以外 外围就十几个警戒 咱们准处引个枪 干掉他们应该不难 对 应该没问题 咱们一会儿啊兵分两路 从后边包抄过去 明白吗 明白 出发 走 去訴... 手头弹准备 准备手法弹准备 快 扔 好 快 给我打 打 重跑阵地 快 重跑阵地 重跑阵地 放落 怖 荒 荒 杀 末 要 暗 Sammy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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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怎么靠他 苏雅 日军的重炮 突然停止了射击 什么 可我们跟杨志华 失去了联系 杨志华 杨志华 你这个炮王 今天可别给我掉链子 我真够大了 是啊 船长 这就是小鬼子那大合伙 这么粗的炮口 跟我腰怕不过了 这炮这么大 这么重 操作起来这么简单 真有轻的 真漂亮 团长 番子供时间马上就到了 还有十分路 你说咱们几个 能把这门炮 给带回去吗 这么大的炮 就咱几个人 估计够呛吧 可是这么好的炮 炸了是真可惜了 船长 做这炮 打死咱多少弟兄啊 准备炸药包 炸了 是 准备炸药 是 是 快 这总宫的时间都已经到了 不能再等了 给老子吃冲锋号 全面发起进宫 是 是 师长 新死军那边已经发起左右了 到目前为止 咱们的四个侦探人 没有一个回来的 可大合魂停止了轰击 看来清明是很难过来的 命令部队 向门上发起走路 是 快 快 快 小王 把引线拉得长一点 是 小心 引线 快 他们没射几个人了 撑上去 我要活捉炎之谎 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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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师徒俩 要有个了断了 快点啊 快炸炮 我心不肯定 让人心 我心不肯定 别动 我 小 小伙 是杨志华他们把炮给炸了 杨志华 杨志华 杨志华呢 快 快去给我找杨志华 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是 杨志华 小王 小伙 小伙 你醒醒啊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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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来救你们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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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刚刚收到武汉方面几件 之夜大祖以及他的麾下 所有战士 于今日在木兰山全部遇碎 什么 是 好 太好了 清明 快过来看看 这是第九战区薛长官 给咱们新二师发来的电报 对咱们新二师进行的嘉奖 就连最高统战部 也给咱们发来的嘉奖了 张叔打赢了 可此一战 我们的损失也不可说不小啊 我们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战区换来了 可此一战我们的损失也不可说不小啊 我们的损失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我知道 你和杨志华很有感情 说心里话 对待杨志华 我也很配合 但是 他是个军人 他的归宿 就是应该战死在沙场 请你放心 我一定向上级详细地汇报 这次战斗的详细过程 为你请功 我相信 不久 你就要升官了 大哥 我先回团里了 报告 有消息吗 团作 目前还没有杨团长的消息 不过我们找到了这个 这是我们在沐烈山找到的 这是我们在沐烈山找到的 在突破木兰山战斗中 率领联合侦察队 冒险前进 贞得重要敌情 保障我军大获全胜 此等英勇积极 为革命坚持到底的精神 值得我中华全体官兵学习 反革命制势 踏雪前进 更续革命成功乙 鉴于杨志华同志 在木兰山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委员长以及国防部 对杨志华团长授予二级保领勋章 所有参与此次 联合侦察队的所有战事 集体嘉奖 最高统战部 此次木兰山非常重要 关系这裴都的安危 及抗战的大局 杨志华所作所为无可废议 获得此殊隆 请于旧代表我们西二师 全体官兵 向杨志华和你们新四军 表示由衷的敬意 同志们 杨志华是我们新四军的团长 是中国军人 更是中国爷们 我吕大胡子 能有这样的兵感到自豪 为国战死沙场 乃是我们当兵的最高理想 说得好 李司令 说得好啊 有了你们这些中华好儿囊 乃是我国家的骄傲 民族的脊梁 上调 我和李师长用这两壶酒 来祭奠 为这次木兰山战役 牺牲的所有的弟兄们 为我忠烈 民族脊梁 勇怀赏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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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安心地上路吧 给我 一路走好吧 月天 少爷 你们心太好了 都走了 就剩兄弟我一个了 一路走 一路走 想想真是可笑啊 当年我一心想亲手杀了你 但现在你走了 我心里却不知道为啥这么难受 从此 这个世界上少了我杜青明一个对手 不 一个兄弟 小江 你这伤口啊 恢复得已经差不多了 我再给你开三天的香烟药 等到时吃完香烟药 你再过来复查一下 好吗 好 谢谢林医生 这郭英去哪儿了 你等会儿啊 我去给你拿药一件差不多 杨团长的事 你还没告诉慕兰姐呢 慕兰姐还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真怕她接受不了啊 我真不敢相信 杨团长就这么死了 是啊 听李部的通讯员说 这次在夜十分惨烈 杨团长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郭英 你刚才说什么 消息 是昨天传回来的 杨团长他 他 他怎么了 你说他怎么了 他和鬼子大炮 同归一尽了 慕兰姐 慕兰姐 你要坚持住啊 慕兰姐 我不可能 你们骗我 不可能 不可能 郑微 他们说杨忠华死了 是在骗我的吧 是不是在骗我的 郑微 不是 是真的 我不屑 郑伟 你们一定是在骗我的 郑伟 你调我去信四军 郑伟 你现在就调我去信四军 我去信四军找杨志华 我不相信他会死啊 郑伟 郑伟 我求你了 郑伟 他答应过我 答应过我要回来找小华的 郑伟 我知道这个消息 你很难接受 但这是事实 我心里也像刀渣一样 郑伟 上次在京县的时候 那日本人的报纸当年 他报纸上已经说杨志华死了 可是他最后还是好好的 出现在我面前 这次也一定 一定是这样的 他没死 对吗 郑伟 这是杨志华的尸体没有找着 可能是跑的威力太大了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踏上路 别就开始了 LG 太短了 天 �lu 刚叙目拉开的一瞬间 音乐传来这旁白 举个骗子 这玫瑰的舞台 怎会有凄凉的搞白 猜个儿的诗句 你粉饰不了情商的黑白 戏剧的最后注定已 悲剧收藏了 爱散了 手放了 快来人 来人哪 心灭了 盲目的我什么都没了 手中的 妈妈 你就吃一口吧 吃一口 妈妈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哭出来吧 爸爸临走前对我说过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要把我家卫国照顾你 妈妈 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可以上战场打鬼子 替爸爸报仇 我 乌兰姐 小华 布衣阿姨 你可算来了 赶紧帮我劝去妈妈吧 好 乌兰姐 你看看小华 你就算不为了自己着想 你应该为小华着想吧 杨团长虽然走了 但小华还在啊 如果杨团长活着的话 他也希望你们能好好活下去 妈妈 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可以长大的照照顾你了 妈妈 我求你了 你再吃一口吧 妈妈再吃一口 妈妈 爸爸 我好想你啊 他们都说你死了 但我就不信 在我心中 你救出的大英雄 爸爸 你一定要快点回来 见我和妈妈 我和妈妈都好想你啊 爸爸 你一定要快点回来 amos 沐南同志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 也有了新的安排 正好盐安康大 正在组织一批人 进行医疗培训 经过组织上慎重考虑 决定派你去盐安 参加医疗培训 这是介绍信 你是一个革命军人 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 志华同志的牺牲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我们大家都很悲痛 我是志华的老上级了 你们之间的事我都清清楚楚的 但是作为一个老上级 我想以我个人的角度 来跟你说两句 这人死不能复生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好好学习 好好培训 不要辜负了组织上 对你的一片苦心 谢谢政委 谢谢组织对我的照顾 我一定不会辜负 你们对我的期望 好 我刚刚得到消息 薛将军指挥大军 击退了侵犯长沙的日军 赶过了新强河 日军伤亡颇大 已经没有能力再反击了 从战略角度来说 这次战斗我们胜利了 那样大家都轻松了 这样大家都轻松了 秦鸣 这爷盛南已经死了 按道理说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为什么 还是整天的仇眉不展呢 虽然大仇已报 那也毕竟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啊 我高兴不先来 我知道 你和杨志华私交颇深 作为一个军人 杨志华的死轰轰烈烈 值得佩服 但是 杨志华死了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你好好想想 从某种意义来说 我们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你说对不对 大哥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穆兰姐 这是医院里的护士们 省下来给小华的 你们带在路上吃 算了 还是留给战士们吃吧 穆兰姐 穆兰姐 拿着吧 她是我们一件心意 拿着吧 穆兰姐 小华 来 拿着吧 小华 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 学好文化 报效国家 顾兰阿姨 谢谢你 我记住了 我以后长大 要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大英雄 谢谢叔叔阿姨们 谢谢叔叔阿姨 我们该走了 走吧 你 我 不是 我 应该 有 你看 我 你们 有 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莫兰 此时此刻我与你一样为杨志华的死心头 请你相信 莫兰 我明白他在你心里的地位别人无可取代 给你写这封信 我是希望你能原谅我过去的种种 更希望能理解战场武器 之前的种种我实在也是身不由己 不求你能跟我回到昔日的时光 但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照顾你和小黄 让我来完成秋白老师临终的托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 打 打 乱吓 打 打 打 这么重 还能活过来吗 这就看她的造化了 小虎 下午咱们再去山里多采取药 看来要给她加大药量才行啊 知道了 爷 这人是干嘛的 咋会伤得这么重 你看这衣服 就知道是打鬼子的新丝菌呢 小虎 你先拿点药过来 开枪吧 开枪啊 志华 儿子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你答应过我 要照顾我们一辈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在等着你 我快点回来啊 志华 来 好 来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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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来 养ral 养 ment 我们到烟了 我们到烟了 我们到烟 妈妈 这就是延安啊 是 咱们到延安呢 我们创办医学系 目的就是在于 培养大批的新干部 提高干部的技术水平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八路军后方兵团 关中军分区政治部郑主任 下面请郑主任讲话 同学们 前方战事吃紧 每天都在打仗 每天都有伤亡 你们的医术是否精湛 直接关系着前方伤员的 生死存亡 我毫不夸张地说 你们手中的一把手术刀 顶得上战场上 敌人的实感机枪 这位同志 那位同志 你觉得我哪儿说的不准确 请讲 主任 首长 乔夫难为五米之吹 纵然我们的医疗技术 可以提高到很优秀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 前线极度缺乏药品 和医疗器械的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注定已被剧收场了 爱散了 胸放了 心灵了 盲目的我什么都没了 手中的 飘根的 唯一盼望你 珍藏以后几年了 当剧中人三只剩下 依然深陷剧情漩涡 落幕的舞台 是谁在默念着独白 是谁的离去 切断了爱情的动脉 笑着说的永远被眼泪无情收回了 爱散了 胸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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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碎了 不想怎么偏有去想的 曾记得是哪个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 恋人呢 就算了啊 不信尽 成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